就在赤壁大战之前 江东集团众人物在思考如何面对曹操的这样一个大军的时候 就能清晰的看出来谁是真正的中流砥柱啊 首先在三国志当中记载的非常清楚啊 绝大多数人都是非常主动的发言 发言的观点呢非常清楚 就是应该坚决的投降曹操 曹操你想想 袁绍都被他干掉了 刘表也被他搞定了 整个荆州都被他拿下了 已经能够顺江而下了 长江天险无可依赖 这种情况下早投降早利索 大家观点这么一致 孙权也非常的紧张啊 这个时候坚决主战派就剩下两个人 一个是周瑜 一个是鲁肃 一个是明理讲 一个是暗理讲 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啊 周瑜开宗明一样 说你们说的都不对 没有道理啊 曹操名为汉相 实为汉贼啊 咱们孙将军家族两代人 在江东打下了大大的基业 并惊两足啊 我们怕曹操干什么 他来了 正好杀他一个下马威 这是匡扶汉士 为民除害的好机会 我们怎么能说轻易投降呢 紧急的周瑜进一步阐述自己的观点 他说曹操是北方的军队 水军并不强大 真要跟我们在水上决战 他没有任何的优势 而优势在我们这一边 第二点呢 曹操跟我们打呀 也并不是没有后顾之忧的 长期作战的情况下 西北还有马超和韩隋呢 他们两个要出面 也够曹操喝一壶的 这件事情是完全有可能的 第三点呢 曹操的手下骑兵居多 你真正的水军并没有多少 跟我们作战并不是他的强项 第四点 大量的北方人到了南方之后 如果长期作战 肯定水头不服啊 你得点什么瘧疾呀 得点什么疾病之类的 哪是那么容易治好的 我们是坐地户啊 根本不担心以上这些问题 所以曹操就是来送死的 我希望将军给我三万人马 一定能够击溃曹操 你看看 这些话都是史书当中 明文记载的 不是诸葛亮讲的 而是周瑜本人讲的 而且这里面 周瑜阐述了一个非常明确的观点 我们不需要任何外人 仅仅靠江洞的力量 就能够战胜曹操 保卫江洞 孙权听了之后啊 是热血沸腾 心潮澎湃啊 马上讲军言当机 你讲这个话必须要为你而鼓掌 慎与孤河 你想的跟我想的是一样一样的呀 紧接着又说了一句 此天一军授孤也 这是老天爷派你来帮我的 这是孙权大心眼里赞同周瑜的话 你看张召雇佣这些人说了什么话 天天喊着投降 而只有攻击你呀 在朝堂上支持我 一边是拿着俸禄的投降派 另一边是鉴定要主战的周瑜 你想想孙权这个时候对周瑜是种什么样的心态 接着抽出腰间的配件 直接砍到桌子上 从现在起 任何人再敢提头想 这个专案就是下场 你看看 这是史书当中记载的真实的画面 我们到今天 我们也同样能感受到 朝堂上那种非常紧张的氛围 这是周瑜在明面上的支持 紧接着等到孙权退回朝堂之后 鲁肃又赶了上去 鲁肃当时的地位没有周瑜那么高 所以在朝堂上没有他说话的份 但是他也看出来 孙权虽然表面上表现得慷慨激昂 但是还需要添一把火 他找到孙权的时候 更加推心之父的讲 他说你像我这样的人 如果投降曹操 能混个衣冠半职 小日子过得还不错 这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谁投降 您都不能投降 您在江东是一把手 但是到了曹操的手下 您只是众多大臣当中的一员 而且呢 你还是投降过来的人 咱就不说父兄之间的基业如何如何 你过去之后 这份窝囊气 你就受不了 说到这的时候 孙权就更加坚定了决心 同时呢 鲁肃对周瑜的建议啊 又做了一些补充 他说我们现在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 还要把刘备算上 刘备也是天下之英雄啊 他手下不管怎么样 加上刘齐的兵马 也有一两万人 有这一两万人 我们打败曹操就有更大的胜算 您看看 鲁肃的视野当中 绝不是逞一时之勇 而是考虑到 要用统一战线的力量 来维护自身的利益 显然 鲁肃跟周瑜相比 在战略问题上显然是更加务实啊 等到后来的时候 三国志当中记载 是刘备主动派诸葛亮 去东吴来寻求联合 而吴书当中记载呢 是孙权派鲁肃来联系刘备 这两者之间呢 鲁肃和诸葛亮 都是这个关键的人物 谁主动不重要 诸葛亮和鲁肃 都是非常主动的促进双方的联合 共同抗操 而周瑜呢 从来就没把刘备 当成一个平等的对手来看待 《资质通鉴》当中啊 就记载 在孙刘联盟成立之后 刘备在返口啊 天天盼着孙权能派兵过来 这样一来呢 自己心理好有底呀 要不然的话 独自抵抗曹操 刘备肯定没有这个能力呀 终于有人来报 说这个孙权派人来了 大量的船队来了 刘备是非常高兴啊 马上吩咐手下人 进行劳军 带着各种酒肉粮食 来慰劳孙权的军队 按正常来说 我刘备也是一方的人物啊 你对方派来兵将 至少应该来见见我吧 我来劳军吗 结果带队来的周瑜 非常的巨傲 我盔甲在身 不能去见刘备 如果你想见我 对不起 屈尊一下 你到我的战船上来见面 按理说 这是非常不礼貌的表现 但是没办法呀 人家当时势力大嘛 刘备这个人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呀 能屈能伸 这算什么呀 我赔个笑脸 见见你就完了 于是呢 自己乘着一艘小舟 专门来到周瑜的大船上 跟他见面 见面之后啊 刘备就问 说将军带来多少人马呀 周瑜就说啊 不多三万精兵 当时啊 刘备就非常失望 三万人呢 你知道曹操带来多少人吗 他诈称三十万到四十万人 但至少也有二十万兵马以上啊 你带着三万人这个 于是啊 就忍不住说了一句 这威冕太少了吧 结果周瑜听了之后啊 微微一笑啊 这些人足够了 你刘夷周 可以做必上官 看我周瑜 怎么破曹操 这一话一出口 就把刘备给挤堆到这了 什么意思啊 没有你刘备 我们东吴 自己就能抗曹 这是周瑜一贯的思想 刘备的内心 一定是翻起众多波澜呢 你跟没跟曹操打过仗啊 我跟曹操打了多少仗 曹操什么样的人物 我是非常清楚的 武将有徐晃张辽 这样的名将 文臣有徐玉贾许 这样的大谋士 而且刚得了荆州 兵精良足 气势正胜啊 你区区三万人 能那么容易打吗 接着刘备又问了一句 鲁肃到了没有 我能不能跟他商量商量 听完了这句话 咒语脸色立刻就变了 非常严肃的讲 来见刘夷周 这是我的使命 没有其他人的事 你要想找鲁肃 你单独找他 别来找我 这一下就给刘备 吃了一个闭门羹 言外之意非常明确 江东的事情 我周瑜说了算 你找别人不好使 让刘备就非常的难堪 这样一来呢 就让人非常奇怪了 为什么周瑜对刘备 这样的看不上 而鲁肃和孙权 却要坚决联合刘备呢 刘备在当时的人们心中 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呢 我都应该是非常明确的